与界定会不相应 那怎么能叫信呢 这个世间 读 总而言之 无作卧事 卧 就是众生 普遍的造十卧业 这个世就叫卧事 众生心里所想的 口里所说的 身体所造作的 杀到瘾 妄于念学 卧口其语 贪嗔痴慢 卧事 众生相聚 这个相聚是 互相谩骂了 这个现象 到处都见到 佛门里面 也不例外 大雄宝殿里面 出家人在吵闹 真的是 末中没有佛菩萨了 阿南尊者在三千年前 看到现在这个现象 悲痛啊 圣口同财啊 若有信的 若疑若念 千万人当中啊 真正信的 不过是一二 不过是一二而已 不过是一二而已 我们在这个 讲迹 八十五页 倒数第二 注意看这个 若有信者 若一若念 这也是值 信者只有万分之一二 正如佛在《金刚经》上 所说的 虚菩提拜佛爷 世尊 颇有众生 得文如是张具 身实信奉 佛告虚菩提 莫作是说 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又持戒修福者 于此张具 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那么后五百岁 就是指我们 现在这个时代 什么人能信呢 持戒修福 不是持戒修福 他不会相信的 比例太少了 所以佛教衰为 什么人能在这个时代 把佛教再整形起来 那他就是新教的 祖师达德 从哪里做起呢 从本身做起 一定要 依教奉行 把佛陀的教诲 真正做到 阿南这个感叹的话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完全体现了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自己 认真 好好地翻新 我们看 这个单元 模糊的这一段 佛灭度后 金发随存 而五心者 金衰灭 亦 勿护同在 将和世护 威远世尊 为众尼姑 未可取尼患 这是阿南尊者 大慈大悲 代我们齐勤 求佛住世 佛灭度之后 一直到今天 确实 金法 虽然存在是金 尤其是现代 这个印刷科技发达 经典得以普遍的流通 这是过去时代 所没有的 经典虽然能够普遍流通 没有人信 注意要记住 此地这个信 包括解行政 信结行政 没有了 佛法还是率灭 怎样佛法才能够长住世间呢 真正有信结行政的人 佛法就是注释 我们希望帮助政法 九住世间 那你就不能 不认真 努力修行 后面的话 是阿南 非常悲痛 齐勤 世尊 加持 悟乎 痛哉 江湖 世户 这个世户是依靠 就像小孩 依靠父母一样 佛法要不在这个世间呢 世间人苦了 这些人他靠什么 末后祈求 为愿世尊 为众离故 这个众离 就是指一切众生 为一切 迷惑颠倒苦难的众生 佛不能入涅槃 佛要常住在世间 阿南的七秦 佛有没有答应 这个后面呢 没有经文 佛大慈大悲 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所以在中国 这个土地上 列代 都有祝佛菩萨 硬化在世界 世间各种不同的身份 救苦救难 我们对这段经文 如果真正有启发 先求自己 要发真心 要发宏愿 一交奉行 做如来的真摄弟子 今天时间到了 祝各位观众 大家好 请掀开阿南问师父 吉凶金讲迹 第八十九面 第八十九面 第一行 大难应而尽送于 大难应而尽送于 主告 大难应而尽送于